近日 两张歼20庆祝建军90周年时拍摄照片被披露 这两张照片透露了歼20的一个重要参数 就是机身长度和驿展 之前媒体报道时 最常用的参数为机长20.4米 驿展13.5米 但是根据这两张图片推算 歼20机长为20.77米左右 驿展为12.99 此前在评论歼20是否能够成为 中国新一代航空母舰在机时 很多人都称歼20体型过大 需要改造一个缩小版上舰 这两张公开的照片显示 歼20似乎并没有之前想象的大 而且比现在中国首款舰载机歼15要小一圈 根据分析 歼15舰载机长22.28米左右 驿展15米左右 很明显歼20同歼15相比 机长小1.58米 驿展小2.01米 这是一个惊人的差距 这说明歼20的体型非常适合上舰 但是关于歼20的起飞重量 适不适合上舰 还是有争论的 认为起飞重量 过重的人士认为 歼20的空重 接近于F22的19.7吨 最大起飞重量38吨 这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的歼15战斗机 按照之前分析的数据 歼15的空重为17.5吨 最大起飞重量32.5吨 不过歼20的空重 并非传言那样 接近F22的19.7吨 而是要小得多 在前不久 《兵工科技》杂志披露了 歼20的空机重量只有15吨 这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 这比F22轻了4.7吨 比歼15轻了2.5吨 《兵工科技》分析了 歼20空重低的原因 第一 液态金属电子约束技术 第二 金属超速成型技术 第三 大型构建金属3D打印技术 正是这几项技术 让歼20能够减重如此之多 这就是说 在体型没有问题 飞机重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还有什么能够制约 歼20成为中国新一代航母舰载机难 而且就以目前披露的信息分析 歼20或可稍加针对舰载起降 和作战特性进行改进 不仅可以登上中国新型直通甲板航母 就是登上目前建成的辽宁舰和002舰 都不成任何问题 自航母杀手东风21D问世以来 美军一直在想着办法 来规避这一大杀招 有种说法是 在导弹来袭的瞬间 美航母采取高速机动转弯 就能躲避攻击 这种说法泡泡吗 微信关注风火军事 回复东风21D为您揭秘